在這間是開放式 一眼看洗 進來就有一個廚房 廚房是很窄 這裡可以封到門 變成一個獨立廚房 桌面不多 要學一下怎樣可以一鍋熟 然後就是一個廳和房間的空間 基本上就是一眼看洗 沒有什麼秘密 這邊就是浴室 算小 好奇麗 唯一的缺點就是沒有窗 而我個人比較喜歡就是一個大的露台 用拖門 露台空間就要看你怎樣去處理 站出來 這裡就看到一個李元王的錯去口 就算這裡建酒店之後 這裡也有一個海景 雖然我叫那海 但也有一點確幸 這裡也有一個那海 OK的 當這首歌響起 窮小子遇上付錢金的故事 會不會在一橋之隔發生呢 細單位 房間的擺位 或者設計上要更加發心 可以嘗試做角樓 上面是床 下面是活動空間 像這些單位自己一個人住 或者五個人住 用來收租或者投資 可以參考同區的維港一號 細單位的赤租 大概41到45元赤租 這個地方仍需要一段時間去發展 這樣的收租回報 是兩個點